巴以冲突 这一中东地区的热点 近一个月以来再度因种种薪酬救援而起去升温 由耶路撒冷就成圣殿山的一场冲突 一路发展至火箭弹与战机空袭的针锋相对 巴以之间爆发的交火已达到近年来最激烈的程度 以史为尽 可以知星辟 以人为尽 可以名德诗 欢迎订阅真正历史 巴以冲突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3世纪 也就是3000多年前 西伯来人陆续在巴勒斯坦地区定居 不过 西伯来人也不是最早在这里居住的民族 根据可以考证的资料 这里曾居住着菲利斯丁人 经过数百年的战争 犹太人打败了菲利斯丁人 此后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居住了1000年 并在这里创立了犹太教 后来犹太教的一个分支成为基督教 再后来基督教的一个分支成为伊斯兰教 所以巴勒斯坦那里的耶路撒冷 既是犹太教的圣地 也是基督教的圣地 还是伊斯兰教的圣地 期间 这片土地也先后被波斯帝国和希腊帝国统治过 直到公元一世纪 巴勒斯坦被强大的罗马帝国占领 犹太人遭到残酷的压迫 犹太人发动了起义被罗马人镇压 出于对犹太人的报复 罗马人将他们彻底赶出巴勒斯坦 摧毁了他们的精神圣地圣殿 只留下一堵枯墙 从此犹太人开始在欧亚非三大洲游荡 后来阿拉伯帝国战胜了罗马帝国 巴勒斯坦成为了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 其居民 宗教 文化逐渐阿拉伯化 形成今天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 之后的一千多年 巴勒斯坦地区一直是由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居住直至现在 随着奥斯曼帝国不断向外扩张 巴勒斯坦又被纳入奥斯曼帝国版图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这期间有小部分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 向当地人购买土地并定居 同时 犹太复国主义开始号召全世界犹太人回归故土 在巴勒斯坦建国 如果按这个时间线来看的话 犹太人被赶出巴勒斯坦长达600年以后 阿拉伯人才来到这里 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犹太人的祖先才是巴勒斯坦的原住民 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祖先 则是后来占领这里的入侵者 时间线从2021年5月10日夜晚至11日清晨 巴勒斯坦军事组织哈马斯等 向以色列耶路撒冷地区发射了多枚火箭弹作为回击 以色列军方随之也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区的多个军事目标发起空袭 面对中东地区再燃战火 一时间让世界人民觉得第六次中东战争即将拉开序幕 面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剑拔弩张的态势 两国居民人心惶惶 好似又回想起了多年前残酷的战争景象 整个中东地区也再次笼罩在了战争的阴霾之下 值得一提的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这对冤家 已经你死我活的打了70多年 我们不由得会产生疑问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这两个国家究竟有何深仇大恨 竟都想置对方于死地不可 第一 巴以两国恩怨纠纷 1948年 同为阿拉伯国家的巴勒斯坦 联合埃及 叙利亚 伊拉克等 共五个国家组成了声势浩大的阿拉伯联军攻打以色列 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 在以色列人民的团结一致下 经过防御 僵持 反攻三个阶段 五国联军进攻宣告失败 五个国家本想一举消灭以色列 却不曾想被以色列收拾了一番 损失惨重 1956年10月29日 以色列为控制地狼海峡 联合英法联军进攻埃及 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 1956年11月6日 埃及战败 以色列夺得地狼海峡的控制权 1967年6月5日 为了消灭阿拉伯联盟对以色列的威胁 以色列以一己之力对埃及 叙利亚还有约旦发起进攻 第三次中东战争开始爆发 期间以色列又展开了对巴勒斯坦的进攻 占领了巴勒斯坦6 5万平方公里土地 直至1970年才逐渐停火 数十万巴勒斯坦百姓失去家园沦为难民 1973年10月6日 阿拉伯国家为了收复失地 发动了第四次中东战争 1973年10月24日 阿拉伯国家达到战略目标 以色列政府被迫归还侵占的领土 由此第四次中东战争落下眉目 1982年6月4日 以色列出动飞机 有预谋地轰炸了叙利亚和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军事基地 至此第五次中东战争爆发 这次战争导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近三千多人伤亡 一千多名巴勒斯坦难民遭到以色列血腥屠杀 直到1982年7月6日 第五次中东战争才宣告结束 我们不难看出 贯穿整个中东战争的便是以色列这个国家 与之对应的则是众多的阿拉伯国家 而导致以色列与整个阿拉伯国家产生冲突的便是巴勒斯坦 与其说五次中东战争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打的 不如说是与巴勒斯坦展开的角逐 2021年5月10日夜晚 以色列耶路撒冷上空爆发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导弹拦截大战 这些导弹便是从巴勒斯坦境内塔玛斯军事组织基地发射的 4日凌晨 以色列未报一箭之仇 同样以导弹攻击的方式对巴勒斯坦进行还击 第二 双方不可调和的领土纷争 我们都在疑惑 为何巴以冲突不断呢 那是因为两国间存在着很大的领土争端 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为犹太人国家 而巴勒斯坦国民多为阿拉伯人 他们共同生活在约旦河流域 而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有着共同的祖先 古代陕族人 在2900多年前 犹太人一直生活在金巴勒斯坦地区 他们有着自己的国家犹太王国 但不幸的是 犹太王国被兴起于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所灭 巴比伦王下令将犹太人驱赶到两个流域 这就造成了犹太人的第一次大流散 之后的犹太人到处居无定所 四处漂流 而他们原本的土地逐渐住满了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正式将这里作为了自己的家乡 他们将此地为巴勒斯坦 二战后 由于受到纳粹德国的迫害 近600多万犹太人惨死集中营 因此犹太人差点被灭绝 二战结束后 正当犹太人以为迎来解放时 不曾想欧洲各国于1944年至1948年掀起了疯狂的反游浪潮 至此 命运多传的犹太人再也无法在欧洲立足 于是几十万犹太人便前往了千年之前他们祖先所生活的故土 约旦河西岸地区 此时该地区为英国殖民地 后因英国战略问题 便将此地交给了联合国管理 此时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 因文化习俗问题矛盾渐起 1947年11月份 联合国为了缓解两个民族的纠纷 出台了联合国第181号文件 该文件将约旦河西岸的小片土地 画给这两个民族用以建国 于是便成立了以阿拉伯人为主的巴勒斯坦 何以犹太人为主的以色列 可是在该地区的阿拉伯人占了该地区总人口的70% 得到的土地却只占43% 并且多为贫瘠的不毛之地 而只占该地区人口的30%的犹太人 则占据着57%的肥沃土地 面对美国把控的联合国不公平的领土分配方法 试想巴勒斯坦怎么会善罢甘休呢 巴勒斯坦人认为 阿拉伯人早已在此生活了近千年之久 这里本就是阿拉伯人的故土 为何要将大片肥沃土地交给外来的犹太人呢 而犹太人认为 这一地区本就是千年前自己祖先所生活的地方 现在他们回归故土 又有什么不对呢 从而两国之间的矛盾便开始产生 中东火药桶的雏形也正逐渐展现在世人眼前 于是1948年 巴勒斯坦联合该地区其他阿拉伯国家组成阿拉伯联盟 共同向以色列发难 至此中东地区再无宁日可言 自10月7日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爆发新一轮冲突以来 截至9日晚 据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医疗机构最新消息 冲突已造成超1600人死亡 其中巴勒斯坦包括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两地的死亡人数已达704人 另有接近4000人受伤 而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 自本轮冲突爆发以来 以方有900人死亡 9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 持续向以色列方向发射火箭弹 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 杰哈德 的下属武装在已定居点进行渗透行动 以色列方面 则对加沙地带展开多轮空袭及军事行动 并宣布重新控制靠近加沙地带边境的所有城镇 以及全面封锁加沙地带 而除了巴以冲突持续外 以色列北部的离以边境局势也愈加紧张 当地时间9日凌晨 以色列军队开始大规模进入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部分地区 并展开搜捕行动 其间乙军同巴方武装人员在多处发生冲突并交火 此外 乙军还出动战机轰炸了加沙地带的多处目标 并造成了人员伤亡 当日 以色列国防军首席发言人丹尼尔赫格里表示 以色列军方已于当天凌晨重新控制靠近加沙地带边境的所有城镇 目前所有城镇战斗告一段落 但该地区仍可能依然存在哈马斯武装人员 根据以色列军方9日晚间发表的声明 目前乙军把袭击的重点放在加沙地带 同时在北部边境与黎巴嫩接壤地区也做好了准备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说 他已指示乙军全面封锁巴勒斯坦加沙地带 以能源部长卡斯同在9日表示 他已下令切断以色列对加沙地带供水 此前 以色列能源部已宣布切断对加沙地带的供电 加沙地带三分之二供电来自以色列 据央视新闻记者了解 加沙地带持续上升的伤亡人数 也为当地医疗机构造成很大的压力 当地药品及医疗用品等资源缺口较大 在巴以爆发新一轮大规模冲突的同时 黎巴嫩与以色列边境局势也陷入紧张 自8日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国防军相互炮击后 乙军和黎巴嫩政府军都开始加强边境的军事存在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 以色列在9日扩大了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炮击范围 乙军当天炮击了黎巴嫩南部的宾特朱败勒 宾特贝尔地区 三名黎巴嫩真主党成员在乙军袭击中死亡 而作为回应 黎巴嫩真主党当晚向以色列的两处军营发动袭击 无论如何 我们希望双方能够以更加开放和宽容的态度 面对彼此的矛盾和分歧 寻求共同的解决方案 为实现和平与稳定做出积极的努力